大家好,这节课呢,咱们就主要来讲一讲关于VUG里边发送GET请求和POSE请求 两对常用的函数 第一对发送GET请求的函数呢,一个叫做Web URL 另外一个呢,叫做Web Link 那么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啊,这是这节课我们需要解决的 那么还有一个呢,发送POSE请求 第一个函数使用的是Web Submit Form 第二个函数呢,使用的是Web Submit Data 这两者的区别又在哪里,我们呢也需要了解 那么大家呢,在课程正式开始之前,请务必记住一点 我们推荐大家使用的是发送GET请求的函数是Web URL 推荐大家使用的发送POSE请求的函数是Web Submit Data 原因呢,就是我们这节课要给大家分析的一个点 为什么呢,我们推荐大家使用这两个函数来录制脚本 或者说呢,来开发脚本 那么咱们进到这个VU金的代码 上节课呢,我们已经给大家讲了一些脚本的基础 包括乱码的一个问题该怎么来解决 那么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录制的这个乱码,我们其实呢也是运行了一遍 然后呢,发现运行的时候,这里边其实是有报错的 这个问题我们并没有去解决它 不是在这儿啊,就在这个回方日志,Reply Log底下 在这里边我们看到了红色的错误 OK啊,这是上上几个给大家演示的时候发现的错误 那么现在呢,其实由于它是乱码 我们并不知道这个错到底报在什么地方 那,现在双击的话呢,它的函数也已经错了 因为我们呢,前边其实加了一些备注,占了一些行 它现在还是订入在那一行 这当然也是Runner本身的一个小小的bug 它订入的都是72行 而72行呢,现在对应的是这个内容 事实上上次我们看到的啊 它报错的呢,其实应该是在 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这边的乱码是一页对应的 这个地方报错了 由于是乱码,我们实在不知道到底什么原因 那么我们后边呢,使用X型2重新录制了一遍 看到了啊,没有乱码 基本上对应的就是课堂练习这个 但是课堂练习为什么报错 我们现在用没有乱码的方式再来回方一下 看看还有没有错误 好,我们看到同样的地方又报错了 也报错了,并不在同样的地方 这个错误是什么呢 这个错误报错啊,我们来看到的是还是X型这边 它的这个,这应该是登录的啊 对应的这几个地方报错了 这为什么又报错 又出现一个新的错误了 而且这个错误呢 它还是在乱码这边 表明X型2这边其实没有报错 因为它运行的时候会把所有的X型都运行一遍 如果我们明确只要求它运行X型2的话呢 我们不运行X型1,那么不运行X型啊,怎么办呢 咱们在这个,这个Round Time Setting这个选项底下啊 对应的呢,在这边菜单底下的这个Vuser菜单底下Round Time Setting或者点击这个按钮都可以啊 Round Time Setting运行式选项 在这里边呢,有一个Round Logic运行逻辑 这里边我们可以指定 这一次调试的时候啊 因为在脚本当中我们讲都不叫运行 叫调试,这一次调试的时候 我们到底运行了一个X型 如果X型 我们只运行X型2 而不运行X型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些X型直接删掉 在这里边注意 它本身不会删除这个录制的脚本 Round Logic里边的删除呢 只是说我这一次这个运行的时候呢 去不去调用这个A型 因为我们讲每一个X型对应的就是C元的一个函数 那相当于我这次运行的时候 我不调用那个函数就可以了 删掉就表示不调用它 点击OK 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个X型仍然在 但是呢它变灰了 所以这个地方变灰了 表明这一次运行不会去调用它 好,我们相当于呢 现在就只运行一下X型2来看看 还有没有错误 如果还有错误 那么我们想办法去解决它 如果没有错误 目前还没有发现红色的 没有错误 那么我们就理解了 随着我们编码格式的调整 我们发现 问题都已经 就已经得到解决了 没有任何问题 已经得到解决 那所以呢 这就不再是问题了 那问题的原因就是因为编码的问题 好,那这是第一点 那么这个为什么 我们还是要了解一下 就是为什么 虽然问题已经解决了 我们还是要去了解一下 为什么用这个正常的编码 让它支持UTF-8 这个问题就没有了 其实还是一个我们 RORUNNER这个工具和本身 我们备测系统的编码格式之间 匹配的一个问题 前边我们用乱码 这个乱码 由于我们这边选择了 有一个选项 因为我们讲 UTF刚发乱码运行的时候 这是运行时候的报的错 那就是说运行的时候的 这个编码格式 跟我们录制的编码格式 不匹配 也会导致报错 比方说我们这边 其实要去查找的 就刚才这 要去查找的是 页面上有没有一个 叫登录的超链接 有的话去点它一下 然后这边呢 登录本身已经是乱码了 然后我们在这个 运行时选项里边呢 有个preference 上级我们给大家讲过 乱码的运行的时候的 一个选项 convert from to UTF-8 它是yes 默认选择了是yes 这个时候会导致一个 什么结果呢 本来它是这个 UTF-8编码的 那么我们呢 又将就这个UTF-8编码的文字 在它的基础上 再进行了一次 UTF-8的编码 那就把相对 把这几个字呢 又重新二次的 进行了UTF-8编码 那它又不知道 变成了一个什么字了 这个时候呢 再和我们本身 背色系统里边的 原始的UTF-8编码 进行比较 那这本身就 就完全这个字 就不一样了 所以会爆错 那如果说我们想让这个乱码的这个脚本 X型的这个脚本 这样我们把它改名 改成X型E 边缘区别 我们想到 现在X型2没爆错 那X型2有没有可能爆错呢 我们只需要做一个简单的实验 X型2为什么爆错 是因为呢 没有爆错 是因为呢 我们让它转换了编码 把中文 因为它本身就是中文 我现在把它转化成UTF-8编码 它就是跟 目标系统的UTF-8编码的文本 是一样的 所以它可以找到 这样的一些关键值 我现在如果让这个中文 不转化 这是运行的时候的选项 不转化 我们把它改成No 确定 好 那么这个时候再来运行一下 好 那我们看到 这边爆错了 原因就是 我们本身这边是中这个中文 然后呢 并没有进行UTF-8编码的转换 而目标系统又是UTF-8 所以它们出现了不匹配 不一致的情况 爆错了 那同样的道理 我们现在呢 只运行X1 暂时禁用X型2 把X1删掉 然后呢 添加InsertX型 把X型2加 X型1加进来 把X型2删掉 确定 这个时候我们来 运行X型1 来看看 又有没有错误产生 这边还是有一个错误产生 看看什么原因在哪里 是这个 在我们实现了登录以后 产生的一个错误 但是我们前边的这个登录的超链接 发现没有爆错了 如果我们把这个又转换编码的格式又改回 让它能够去转换UTF-8 好 我们看看 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再来运行一遍 我们看到 报错报在了登录上面 那证明这个 这是编码格式 刚才后边报的这个错呢 其实应该跟编码格式无关 它是因为 前边的这个登录可能并没有成功执行 从而导致后边找不到这个关键字 这也是我们这几个要讲的重点 用weblink或者websubmitform这种方式就有可能会出现这种问题 但刚才关于这个爆错或者是因为编码不匹配的问题 我相信大家应该理解怎么回事了 我们的代码当中是UTF-8编码 那么在这边运行的选项里边就不要让它再去转换了 如果我们的代码当中本身是中文 那么运行的时候 目标系统是UTF-8编码 那这边务必要记得去进行一个支付的一个转换 那这是上节课我们遇到的这个爆错的问题 那么现在的话呢 这节课我们重点来看 就是这个weblink websubmitform和web URL websubmitdata 它们之间的一个 这个关联关系和差别 那么要来了解它们的差别呢 我们需要通过实验的方式来完成 那么为了做这个实验呢 我先重新新建一个X型3 然后呢我们现在只运行X型3 把X型1X型2都拿掉 只运行X型3 X型3现在内容什么都没有没关系 我们呢直接从X型1X型2录制出来的 X型1X型2都可以啊 我们从录制出来的东西 我们就用这个没有乱码的这个代码 从录制里边呢 我们直接拷贝就可以了 比方说现在前面加Cookie 我们暂时也不管 我们现在直接呢 把这个打开首页和这个实现登录 这两个操作呢 把它们拷贝过来 拷贝的有点多了啊 我们就拷这两个操作就可以了 好 咱们呢拷贝过来 好 X型3里边呢就两个X型 两个函数 第一个Web URL 打开首页第二个呢Weblink实现登录 好我们现在来运行它 我们可以看到啊整个代码 并没有包错 那么还有一种方式 我们就看这个运行结果呢 是在这个View菜单底下 有一个Test Results 它可以把整个运行过程的一个响应来进行解析 让我们可以看到运行过程的 类似于一个截图的这么一个东西 在这个Test Results里边 我们可以点开看到 这是第一个请求 打开UIL底子 我们看到了的确打开了首页 没有问题 第二个连接登录 的确打开了登录的这个页面 也没有问题 这是Weblink 好现在呢 我把这个前边的这个请求 我把它给注释掉 选中这一段代码 编辑菜单底下有一个Advanced 底下呢就有一个菜单叫做 Comment Selection 或者Uncomment 对应的快捷菜单 Ctrl加out加C 和Ctrl加out加U 一个是注释 一个是取消注释 我们选择注释 这样就把整个代码注释 而要取消注释呢 按快捷键也可以了 注释Ctrl加C 取消完了以后 我们现在再来 单独只运行这一个 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 报错 错误消息 没有一个html杯子的一个上下网 然后呢Weblink登录呢 这个出错了 这个函数出错了 什么原因 导致 这边呢我们特别说明一下 Weblink 请大家注意一下 在Lowrunder的默认脚本 使用的是C语言 它是会使用 它里边内签了一个C语言的编辑器 那C语言呢 是完全的区分大消息 绝对区分大消息 所以这边我们无论函数也好 参数名称也好 都一定要注意 大小写的这个问题 Weblink这个函数呢 它是依赖于 这个上下网的 怎么来理解 也就是说我们要真正运行Weblink 因为我们看到Weblink虽然说它感觉发送的也是一个GET请求 但事实上它并没有明确指定GET请求的绝对的UIO地址 对不对 它这边只是指定了一个超链接的关键字而已 那这个超链接从哪来 这个关键字从哪 它是基于前面的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上下网 它会基于前面的这个请求的响应当中去查找这个关键字的超链接 那前面这个请求 亚本都没有发送 那它从哪去找一个响应 里边有登录的这个关键字呢 没有 找不到 所以它报错了 这就是为什么讲Weblink是依赖于上下网的 对应同样的道理WebSubmitForm同样也是依赖于上下网 对关于WebSubmitForm的一个演示呢 大家建议大家自己去完成啊 这个这个确认 同样它也是依赖于上下网 也就是说呢 对WebSubmitForm这个发Post的请求的这个操作来说 也是同样的道理 然后我们找到WebSubmitForm这边实现登录了 如果前面的页面没有成功被打开 那么它在这个 相对它也是依赖于前面这个页面 前面这个页面是WebLink 又依赖于前面一个页面 这就叫依赖上下网 前面页面如果打开失败 或者打开出现问题 那它从哪里去找这个页面当中一个form呢 也找不到 所以这些这个请求呢 也没有办法发送成功 因为这边我们并没有指定一个绝对的UIO地址 来作为Post请求的地址 它只是从这个页面的响应当中去查找一个form 找到了把这些值给提交过去 没找到就失败 那所以我们刚才看到 后边我们有一次运行看到课堂练习 其实它报错了 但这个错并不是因为编码不一致导致的 而是因为我们有可能使用这个Submitform提交登录请求的时候 登录本身并没有成功 或者说登录成功了以后 并没有成功的跳转到首页 这个时候前边的请求失败了 后边呢 它要去首页里边找课堂练习 这个板块的超连接也找不到 所以这儿报错了 好 这是关于这个weblink和websubmitform 依赖于上下文 它的一个体现 那我们现在再来试一下 我们实现登录的操作 这个操作 我们去使用weburl和websubmitform 咱们到这儿来 weburl发送get请求的 websubmitdata发送破词请求 这两个函数呢 不依赖于上下文 而是绝对地址 它指定的是绝对地址 无论你前边怎么样 我这个绝对地址 只要指定正确 它就可以成功的发送请求 那这个呢 我们来怎么来确认它 因为前边我们看到 打开首页和登录 登录呢 依赖于前边 前边不行 后边登录也会失败 那现在呢 我们新建一个X型 选择使用weburl和websubmitform data websubmitdata的这两个函数 来重新录制一段脚本 新建一个X型4 当然建议大家 真正在做的时候 这些名字就不要用 1234这种编号来命名 因为你根本就搞不清楚 从名字上你搞不清楚 这个X型里边到底在干什么 好我们建了X型以后选择录制 那么在录制之前 记得我们怎么样能够让它 明确让它使用 这个weburl和websubmitdata呢 去录制选项里边 修了一个选项 在我们的这个recording这边 有一个html based的script 点击进去 这边有个scripttype 这里边就告诉我们是使用weblink websubmitform来录制 还是使用绝对的url地址 weburl和websubmitdata 那这边我们看到 这个脚本是 使用描述性的一个用户行为 weblink和websubmitform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看到weblink 其实给定的只是一个关键字 它其实就在模拟 我们用户的一个点击操作而已 它并不是绝对以上的 发送pose请求的方式 但最终它在后台发生的 还是一个get请求 但是这个才是最直接的 通过绝对的url地址 来发送这个pose请求 和get请求的 所以我们把这个scripttype改一下 当我们lowrunner安装完默认的话 它是这个选项 这并不是我们推荐的选项 这个选项 用weburl和websubmitdata 这个选项 才是我们推荐的选项 所以修改了以后 大家以后就不要再去动它了 这是我们推荐的选项 我们后边所学的知识 录的脚本 都是基于这两个选项 基于weburl和websubmitdata 这个选项来设定的 点击确定 OK 好 确定完了以后 我们重新来录制一遍 登录和发帖 好 等待lowrunner打开浏览器 好 点击登录 输入用户名 和密码 选择一个板块 选择一个标题 我们先拷贝下来 发表 发表 100002 100002 确定 好 再推述 录制结束 这个刚才这个进度构成呢 相当于把录制的事件呢 把它拼装成一个一个的这个函数 lowrunner脚本的函数 这个代码 cookie太多了 这个cookie我们暂时用不到 其实 所以先把它删除掉 这是没有关系的 这些cookie呢 其实都不 不是我们需要 需要用到的 我们看到 现在x型式录制的呢 全是 url和submitdata 就不会出现weblink和websubmitform 这种情况了 看看下边登录的 我们发现登录的也是一个 webUIL的函数 而且呢 它指定了登录的绝对的UIL地址 后边登录submitdata 后边 get请求课堂练习的板块 get请求打开新铁的那个页面 这个post请求发出一个帖子 这帖子标题和内容 我们现在呢 录制完以后啊 先别的都不管 先把这个x型式呢 简单的运行一遍 x型3我们先暂停 然后这边标题呢 我们改一下 看看啊 能不能成功的把帖子发出来 前面几次运行 其实咱们都报错了 所以帖子根本没有成功的发出来 那这一次看看 还有没有错 我们发现啊 都没有报错 一切都是啊 绿油油的一片啊 很好 没有错误 而且呢乱码也得到了解决 好我们来看看帖子 有没有成功的发出来 我改的标题是10003 看看有没有个帖子 OK我们发现帖子已经发出来了 使用Lowrunner的数据包 把帖子发出来的 再确认一遍 把它改成0004 好 也运行完 没有发现有红色 再来看看帖子 有没有10004 我们看到啊 帖子呢也正常的发出来了 所以 这一段录制的脚本 一切正常 登录也成功 发帖也成功 所以在解决了乱码的问题 解决了这个weblink的这个 关键字查找发 get请求这种问题以后 我们利用weburl和websubmitdata 这一对配对的get 或者请求的函数 一切都很顺畅的就完成了 整个登录和发帖的过程 事实上走到这一步以后 我们就基本上已经实现了 咱们之前学web系统测试里边的 使用java 来发送get请求 pose请求 或者给论坛灌水的一个最核心的操作 或者说呢 我们使用java来模拟性能测试 里边用到的这些核心的操作 就发get请求 发pose请求 这边roll run的已经 报纸文都解决好了 只需要录一段代码 只要把选项设定好 就可以得到解决 我们如果要强制灌水怎么办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把这边runlogic里边 我让它运行个一百遍 一千遍 一万遍 随便我们直接设了 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一直运行 一直运行 达到给论坛灌水的这么一个目的了 所以我们有了前边的一些自己 很辛苦的 很交接 纠结的来用java写代码 去做这个事情以后 我们这个时候在对比roll run的 你会发现这个工具 的确帮我们把事情做得很简单 我们只需要录一遍 然后改一下运行次数 这事就解决了 但是 话虽如此 如果我们有前边的那些 很纠结的 在去尝试这个底层的 这些技术和原理 我们现在要来理解它 也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 但现在我们就很好理解了 这就发一个get请求 然后指定一个url地址就行了 那简单来说就是除了url地址这个参数 其他的参数其实可有可有 既然它录制出来以后 我们也没必要去删它 如果录制出来没有 我们也没必要去增加它 因为它都是附属的参数 只有这一个url地址是get请求最重要的 对post请求来说也是一样的 只有这个action对应的这个地址 是post请求最重要的一个地址 还有呢 后边的itemdata底下的 就是对应的post请求的参数 只有这两个是重点 其他的都是试料的附属的这个参数 可有可无啊 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唯一就这个extras里边呢 对应的可能就是一些css文件的背景图啊 等等这些 能不删就不要去删啊 既然都不影响 那么录制出来是什么 你就不要去动了 这个东西删除了 相当于来说 我们在进行性能测试的时候 它会少去下载一些这些图片 这个时候呢 就有点拖你这个实际场景了 所以啊 录制出来的东西 没必要去删 但是呢 我们知道到底重点是什么 其他的呢 就不要去动它就行了 我们要重点 要去发一个post请求 要改参数 比方说这边登录名和密码 要去改成别的用户 那么改这就行了 别的东西呢 就不用去管 所以啊 这也是为什么啊 我们推荐大家使用这一对 配对函数的原因 因为 它的问题最少 它不依赖于上下文 简单来说就是 这里边的每一个请求 都是独立的 都是独立的 这个请求 单独拎出来 那我们复制啊 我们来创建X型5 好 这次呢 把X型4 给进用了 我们只运行X型5 单独拎出来 它也是可以 成长运行的 因为它GET请求 有绝对的地址 它不依赖于上下文 无论你前面 有没有请求 无所谓了 我这个请求 都是正常发送的 那么基于这样的一个前提 我们就可以 再做一个扩展 我要实现登录 那怎么办呢 要不要一定要打开首页呢 不一定 要不要一定 点击登录这个页面呢 不一定 要实现登录 最简单粗暴的方式 直接把这个Post 请求发出去就可以了 把这个Post的请求 直接发出去 这就是登录的Post请求 咱们直接呢 就把一个请求 认在这 实现登录就可以了 这跟我们用Java 来发Post的请求 是一样的 我们根本不用去关注 其他的一些请求 怎么回事 因为呢 它是完全独立的 好 来运行一下 我们看到 也没有报处 再看一下这个TestResults 看看登录 到底有没有成功 看看它的这个截图 我发现 这边的确登录成功了 这是登录成功的一个 截图的状态 都没有问题 那既然是这样 我们要发帖 那也很简单 同样的 再把发帖的这个Post请求 给拷贝过来 那就可以实现发帖了 但是由于发帖之前 必须要登录 那所以呢 你没有登录这边 肯定帖子也发不出去 所以登录这个请求 还不能删除 先登录 再发帖 就两个请求 就可以完整的实现 发一个帖子 我们现在把帖子标题 改成10005 看看这个帖子 有没有成功发出来 就清楚了 好 运行完了以后 我们看看10005 有没有 没有问题 帖子成功发出来 这就是啊 我们在对录制出来的 这些脚本 进行一个调整和简化 它的一些思路 我们只要这个请求 那么就只拿 发这个请求 而这个用websubmit form 是没有办法做到的 因为它需要 依赖于前边的 一些请求的响应 但是呢 我们使用webUIL 和websubmit data 就完全独立了 但是这边 由于啊 login为什么还在 我也给他讲过 因为要先登录 才能发题 所以这两个步骤 必不可少 但是这个呢 跟我们讲的依赖于 上下文啊 是不是同一回事 没有必然的联系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推荐大家使用 webUIL和websubmit data 的原因 因为呢 它才是让 能够让我们 灵活的去修改 和调整我们的脚本 而不用考虑 三前过后的考虑 我们只需要去考虑的是 业务逻辑层面的 一些这个关联关系 而不用考虑 页面的前后顺序 我们后边 所有的录制的脚本 和修改调试 的过程 给予的都是 这两个选项 所以呢 请大家务必 在录制脚本之前 把你的这两个 录制选项 先改回来 改回我们推荐的 这种方式 在tool菜单底下的 recording选项里边 recording底下 htmladvanced screeftype把它改成第二个 好 那么这个呢 关于get请求 post请求 我们推荐的 这个录制选项 和函数的使用 这节课呢 咱们就先讲到这 好了